1月5号 湖南绍阳县微信公号发布通知 称目前争执感染高发剂 黄历新年期间非必要不返乡 不只是湖南绍阳 陕西省丹凤县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 也都提出了非必要不返乡 慎重返乡的要求 对此民间议论纷纷 网络上出现了大量负评 反问 没放开也是非必要不返乡 放开了还是非必要不返乡 那是不是白放开了 也有一些网友表示 农村医疗条件差 适当错峰回乡可以减轻农村的负担 事实上 这波大规模感染早已蔓延到了农村 但是由于医疗资源匮乏 农民只能把感染当成感冒来应对 网传视频显示一些农村感染者躺在地上输液 还有的一边晒太阳一边输液 在哈尔滨的农村 一些乡镇卫生院没有药品 重症患者只能到县级以上的医院去医治 现在医院现在是属于药品 现二级 没有药品可用 你也不能接你 没有药品怎么给你治疗 像那个二级医院呢 现医院现在床都没有 患者特别多 在村里的门诊是最忙的这段时间 人特别多 人特别多 但那时候到县级医院去治疗 他们是治疗完整以后就这么转回来 我们现在都是在这门诺 都能上岗了 这是组模店火炭厂哈 你看给人画了这脊椎骨 肉还没有 还没画完呢 全部这堆骨灰 全部脊椎骨撑堆 这肉都没画完这堆 1月5号有推特网友曝光 在河南猪马店避营馆 由于尸体堆积太多 很多遗骨还没有火化完就被扔掉 视频曝光之后 人们纷纷指出 这是对逝者极大的不尊重 没有人性可言 记者随后致电该避营馆时 对方迅速挂到了电话 记者又致电猪马店一家火葬厂询问此事 工作人员表示 不方便对同行评价 在各地火葬厂一席难求之际 1月5号 中共国务院发通知称 将重新开放内地与香港的通关口案 1月8号以后 香港和内地相互入境 不需要再做核酸检测 只需提供48小时内的病毒检测阴性结果 香港民众担心大陆人涌入会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 强在开放前注射疫苗 由于中国的疫苗不可靠 此前小红书等多家大陆社交媒体 已经有许多赴港打疫苗的攻略 对此 香港卫生官员表示 短期来港的内地居民不可以接种香港政府的公共疫苗 新唐人记者瑞丽 特别记者夏敦侯张丹霞 纽约三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